关于家康宫战场托分的视频 意外的效果还不错 虽然视频中各位也能看出来 其实能直接证明得穿家康托分的内容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仅仅是我个人判断更相信这个小众的说法 不过显然 我也不是单纯就为了看家康宫是不是托分 而去整理这些死料的无聊的人 可能确实这么无聊 但至少这次不是 反正今天的视频是真正的整理成果 让我们用不同的可信史料 逐句连接起来 拼凑出真实的三方圆之战的故事 有时也会用来和大和剧 怎么办家康的相关情节做对比 这里是巫女花散里 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怎么办家康的剧情中 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的关系极具转折 是发生在信玄得知青川市征逃跑之后 信玄非常愤怒的写信录持家康 违背了将市征的手机交给他的约定 看着这封信 家康也不得不考虑 是否应该为应对武田军的入侵做准备了 是一个武田和德川联手灭了金川家 但是最后德川家康不忍心 杀死如兄长般的金川市征的故事 不过三合后封图记记载 其实一开始武田信玄 是先向金川市征提建议 说如果市征愿意让出远江国 信玄就会出兵 进攻忘记了金川家的恩惠 转而与处敌知田家结盟的德川家 并且把这些三合国的城池让给金川家 但是当时的武田信玄和知田信长 已经是不是盟友 甚是盟友的互相扶持侧应的关系 金川市征认为 这种提案由信玄提出来 实在是过于无耻 直接就给使者下了逐客令 于是信玄将外交的战略目标 转向德川家康 三合物语记载了 最终德川家康接受了武田信玄的建议 德川家将取得远江至大景川的领地 而我将获得郡河 就这样涌入十一年十二月 武田军入侵郡河 事件文书记载 两军交战很快就分出了胜负 三合物语和历代古案 也记录了郡府被武田军攻占 金川市征被迫撤往挂川城 而另一个方向 惠林市文书记录了 永禄十一年十二月 德川家康入侵远江 二十七日报位的挂川城 武田信玄催促家康 放下其他的事情 尽快亲自去攻占挂川城 武田信玄之所以对金川市征的杀意 如此深重 也是有原因的 我在金川家战国社畜生存指南中 也提到了 信玄下定决心背弃甲象郡三国同盟 是有内部阻力的 所以在动手之前 他先将来自金川家的儿媳妇 送回了郡河 并且命令反对侵略的 自己的敌长子武田义信 切腹自杀 连太子都忌天了 可以说是绝无回头可能 这个时候信玄最担心的 就是北条家缓过气来支援金川家 最糟糕的情况是 和川家康和北条家的接触 也达成成果 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武田家强疾桓四 因此就信玄而言 金川四真必须死 而且是越快越好 如果是家康杀了四真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样的话 还能让北条家和德川家产生裂痕 为了加速这个计划 武田信玄在家康包围挂川城之后 立即派向家康秋山信友 前往建夫扎营 三合物语 记载了家康并没有屈服于这个压力 而是直接派家康向武田信玄抗议 说如果对方执意越过大景川的话 可能会导致双方之前的约定作废 于是信玄命令信友撤军 并且向家康写了道歉信 是不是和印象中的家康作风完全不一样 北条四照书状也记载 武田信玄侵略俊河 金川家兵败如山倒 撤退中 四真甚至没有办法给他的妻子准备轿子 举家徒步逃亡 四真的妻子乃是北条四康的女儿 四康听到自己的女儿如此辛苦 异常的愤怒 涌入十二年正月 北条四的援军抵达挂川城 支持金川四真 北条与武田的大军对峙到当年四月 由于上山迁信有了南下的动向 武田信玄先撤军 之后松平记和德川实际记载 家康进攻挂川城多次激战 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 于是德川家康向金川四真提议和解 其中条件包括 金川四真交出挂川城和远家 德川家将帮助金川家恢复郡河 再然后 家中日记真不追加显示 金川四真接受投降的结果 于5月15日离开玄川城 沉船前往郡河浦园 之后移居到北条家的领地 一斗护参 对于德川家康犯的金川四真一忙 德川实际记载 北条家很满意 士康称赞 家康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将领 但是对于武田信玄而言 就是生死攸关的背叛了 武田和德川两家的战争 已经不可避免 顺带一提 战国民门金川家虽然就此失事 但是幸存下来的金川四真 之后依然过着波折连连的人生 他的家族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 在怎么办家康的剧中 自知决战临近的德川家康 在兵松城密切关注武田信玄军队的动向 果然 信玄很快就开始进攻德川家 武田军已经每三天攻下一座城堡的速度推进 从贾府出征 仅过了二十天就攻克了南攻不破的高天神城 一个月后 兵松城就被包围了起来 然而此时 家康所依靠的支田信长 也正在与前景招昌的联军交战 几乎无法期待援军 家康秘密召集信长 商讨今后的对策 双方达成共识 只要能拢成坚持一个月 到时候结束了与前景招昌势力战斗的支田军主力 就能赶来支援 而且守护刚集成的家康的长子松平信康 也将带着三千名士兵出击切断武田军的退路 这时在由家康率领德川军发动总攻 可以一举给武田信玄造成巨大打击 两人就约定了这样的行动方向 然后在兵松城与武田军对峙的家康 临时决定利用武田军的布阵失误 试图从城中出击 绕后攻击武田军 结果是中了信玄的诱敌之策 惨败而归 现存的史料很难明确地知道双方的兵力 按照三合物语的话 是德川家在一连串战败损兵折将之后 迎来了三方元之战 此时武田军约为三万人 德川军一万一千人 而武田信玄写给招昌易景的信中 显示支田信长当时还派了三千援军给家康 现在一般的理解是德川军一万一千人 包括了信长的援军 不过还完全没有定论 思田军的援军是否真的是三千人也不好说 很多人考证过实际援军应该远远不止三千 武德大成纪记录 10月10日武田军入清远江并且进驻全居城 甲阳军舰和松平纪也记载了 在征服远江的过程中 武田信玄是用了德川家降将天野藤秀做向的 并且向三轮援军许落领地争取对方进攻二渔城 但是三轮援军的战果并不佳 在另一边 兵松预在成绩记载 德川家康在高天神城和范田城等据点接连被攻陷之后 为了遏制武田军的进攻势头 派前军队前往山野迎战 然而一蹴即溃 败局已定的德川军为了顺利撤退 先纵火焚烧了小镇建户 不过陈奈家文书则是记录 建户的居民为了帮助德川军逃脱 而自己纵火焚成 再然后宽永朱家系图传记录 德川军在侧往冰松城的途中被武田军追上 双方在一眼板展开了激战 一眼板之战的具体日期目前尚不清楚 一般推测是发生在十月中旬 由于很多史料中 三方元之战和一眼板之战的记录交叉混乱 使得现在人们对一眼板之战的认识也很模糊 在假扬军舰记录的此次战役中 可以明确的是 当时本多宗盛担任殿军 他放火焚烧民宅 依靠火灾产生的烟雾做掩护 让自己的军队成功撤退 此举让武田军重将领 惊叹于他的领兵才能 武田军中称赞本多宗盛 堪称超越了德川家康的将材 同月十八日 信玄军再次与家康军交战 珊珊签信写给和田长青的信中 对此时的武田信玄评论道 信玄现在就像把手伸进了风潮里寻求封闭 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 明年春天我来教教他该怎么作战 到时候好好让他出一身汗 而如果要准确确定时间锚点 作为当事人留下的三线仓景书壮写中 有明确的记录 11月27日 他带队支援马场信村进攻二鱼城的行动 三合物语记录二鱼城之战 说二鱼城被悬崖绝壁环绕 又有高高的土圆保护 西边是天龙川 东边有二鱼川 这是一个天然的异守南宫的地区 三线仓景和马场信村 于是也不打算一举攻破这座城 而是采取了在河流上游修建堤坝 切断城内水源的战术 12月19日 城主中根镇照投降 二鱼城陷落 这导致远江帝士们 纷纷从德川阵营 投降到武田阵营 信长功绩也记录了 12月下旬 信长得知二鱼城被武田军包围的消息之后 派遣以左九间姓盛 平手樊秀和水野姓元为大将的援军 结果没有赶上 之后按照当代机记载 攻占二鱼城之后 信玄花了一点时间修复这座城堡 22日将军队推进至三方圆 再然后 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怎么办 加康中的三方圆之战起因可能是真的 三合物语中就记录了 原本打算采取守城战的加康 在看见武田军经过冰松城下时 说道 有这么多敌军要闯过我的居城后门 我怎么可以窝在家里不出去教训他们 纵将领极力劝阻 但是加康执意强行出击 后世的很多小说戏剧 都在这个记录的基础上改变 所以在这一段 怎么办加康的处理 我还真不觉得有多大的问题 除了这个德川家的证实记录 还有很多可信史料 记录的德川家康这次是力排众议 强行出击 比如洛税吉在这里的记录就说 知田信常让援军大将给德川家康传话 无论武田信玄如何挑战都不要硬战 先全力防守一个月 然后武田军路过冰松城下时 知田军的三名大将极力阻止加康出战 但是加康不听 而武德大成绩的记录则更直接 说知田信常派遣援军时 不仅要求大将传话给德川家康不要硬战 还下命令 如果加康一定要出击的话 你们必须拦住他 三河物语里面则记录说 德川军出去侦查的鸟居四郎左卫门 看到武田军的阵型 回来建议加康不要现在和武田军作战 结果加康听后勃然大怒 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 这些记录如果都是真的的话 那就是德川家的朱将领和家臣忍者 还有知田信常和知田援军的朱将领 都阻止德川加康出击 但是他就是强行上了 那只能说加康自己屁股痒了呗 不过德川加康可能也有不得不拼命的理由 信常公记中也写下了 武田军攻陷二于城后 打算继续向枯江城进攻 为了阻止武田军顺利拿下枯江城 加康出战阻止他们的行军 当代记也说 德川军派人侦查前往三方圆的武田军使被追上 侦查部队与武田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加康为了营救加城强行出击 意外引发的大规模战斗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些记录并不矛盾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三方圆之战可能并不是现在通说中的 武田信玄成功勾引德川加康出城作战 而是一场偶然战斗 武田军是有别的战术目标路过冰松城附近 加康为了救援友军力排纵意强行出战 本来战术目标也不是要引发一场大战 结果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吃了个大败战 被打得屁滚要流 都看到这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